手指头又不是那个滑鼠箭头 滑鼠箭头尖尖的点的到 对不对 但是你手指头这么大一个 你要把它改成一个按钮 那变成按钮非常简单 就是在JKMobile里面呢 他有个标签 名称叫做什么 DataRaw 有没有 这地方 你就把 他的DataRaw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符号 他的DataRaw Raw的角色 把它变成Button 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当然他的DataRaw这么多个 之后的话 我们会陆陆续续 比较重要的还会用到 那基本上你就把它改成什么一个Button 那下面这个第3页也是一样把它改成 DataRaw 点他之后 就会出现Button OK 那另外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 改完之后有哪些改变 基本上 他实际上 你点了他之后 他是等同是自动帮你在这边 有没有加了一行 就是对应的有没有 这边加加了一个什么 DataRaw的标签 等于Button 等于是自动帮你写程式的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做完毕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可以 点击 这个 他就可以什么跳到第2页 然后跳到第3页 第2页 那可是第2页跟第3页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back back就常常会用到 其实一般 你们可以看别人的手机 上方 要不就是有back 要不就是有个什么 回首页 有没有 这个很常见 你可以下载那个 像 远通的那个什么 eTag的App也有了 你打开看 有没有 上面就是一个back 加一个home 其实基本上很多 甚至是什么 很多那个 看新闻的那种App 他也是类似像这样 一定是一个back 这边可能放一个home 就很方便 每一页上面都长这样子 就很方便浏览 那这个back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在两页 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上个礼拜 最常做错的 就是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1个一定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 这个页面 整个选取 有没有看到 你不能把邮标放这里 有同学上礼拜是 邮标放这里 然后就去设定什么 设定 这个 Data 有没有 第1个这个是 Data add back btn 有没有 等于true 设定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 是不会出现 那个back的按钮 那 记得要放哪里 要放在 这一整个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整个选取 基本上 特别注意我建议是 你游标移到外面这边 右边的这条线 点一下 这样就全选了 OK 那全选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1 选取的范围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同学比较容易做错事 选不到应该正确选的位置 2的话呢 要 这边改成什么 True就可以了 OK 两个动作 就会有按钮出来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设定错误 他就是出不来 出不来 那为什么要选整个 因为back是在 整个页面的上方 你不能说直接加在页首 页首是出不来的 特别注意 那 第2个页面跟 第3个页面都要做的话 第3个页面也可以选一下 然后再加一个back 这样的话 就通通会出现 OK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上面都有了 另外 顺便讲一下 上礼拜没讲到 假如 你想说 老师 那我 希望不要出现back 因为那个客户那边 他希望看到的是中文的 他不要看到英文的 那怎么办 比如说 这地方希望什么 回上页 或回上一页 等等的 要把它改成什么 我